西域情 我国的大西北有三座山脉 南面是昆仑山 北面是阿尔泰山 横卧在两山之间的天山山脉 则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然地分为 南疆、北疆和东疆 它们在古代都叫西域 西域原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大约自阳关和御门关以西都是 最远可到伊朗高原 最近也要到葱陵 本书所指主要为侠义的西域 即葱陵以东的汉唐西北疆域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的确 西域是得天独厚的 气候变化之前更是如此 天山之北有辽阔的牧场 之南有肥沃的绿洲 山上则大面积覆盖着原始森林 准噶尔西、大漠衡、塔里木西、冰河冷、图鲁番西、风景盛 这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家园 生活在西域的应该有许多民族 他们使用的语言更是五花八门 既有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 也有印欧语系的伊朗语和印度语 比如西徐亚语、苏特语和土火罗语 不难想象 戴着尖帽子操伊朗语的塞种人 从伊犁河边走过 或最早获得中原养残技术的榆田 在南疆的绿洲建国时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西域是风情万种的国土 风情万种的西域人民 创造了璀璨的文化 更表现出面向世界的宽阔胸襟 在这里 泛文经典 跟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尊崇 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画法 也得到了复活 深受希腊和印度影响的雕塑和壁画 洋溢着浓浓的异国情调 波斯或罗马风格的工艺品 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所有这些 都和胡玄武 葡萄酒 玻璃杯 一起传入了中国 当然 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上 那延绵不绝的驼岭 没错 西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江山如此多交 引无数英雄 净折腰 尤其是位于图鲁藩盆地 从而变成西域门户的高昌国 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大唐和西突厥的争夺对象 因为谁都清楚 控制了此地及控制了丝绸之路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不难理解高昌王为什么会自以为是的 把自己看作了可居的奇货 其实 他完全可以另做选择 高昌是在胡人之车师前国故地建国的 国王应该是胡化的汉人 同时也是佛教徒 公元629年 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 途经高昌 受到了国王隆重的接待 而且就在第二年 也就是唐太宗成为天克汗那年 这位国王归顺了大唐 对此西突厥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示好的信息也向高昌王频频发出 高昌王则只是看见了西突厥的奄然一笑 便愚蠢地以为自己不可一世 有恃无恐地跟大唐翻了脸 毫无疑问 作为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小邦 高昌不能不设法自保 因此他们的正确做法 是与大唐和突厥都维持牧林友好关系 如果更聪明一点 则不妨把自己变成丝绸之路上 作收余力的中奸商 甚至调解双方纠纷的和平使者 可惜高昌王历令致婚 他不但一屁股坐在了西突厥的那一边 还干起了拦路打劫的勾当 前往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节 被他任意扣留 归属了大唐的一无 也遭到他的威胁 看来 此人虽然虔诚地听玄奘法师 讲了一个月的佛经 却并没有误得 无上正等正绝 唐太宗当然不能容忍 贞观十三年 他力排众议派遣大军征讨高昌 消息传来 高昌王嗤之以鼻 因为从长安到高昌 不但路途遥远 而且千难万险 仅仅其中两千里流沙覆盖的地段 便足以让大唐军队望而却步 因此在高昌王看来 他至少也能以意代劳 不幸的是 他又打错了算盘 第二年 由汉、东突厥和铁勒部族 混编的唐军长驱直入 猝不及防的高昌王 惊恐万状 呜呼哀哉 信誓旦旦 与高昌国共存王的西突厥协防部队 则闻风丧胆 星夜撤离 此时此刻 正如一首民谣所言 高昌兵马如霜雪 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 回首自消灭 高昌 只能亡国 据说 唐军兵临城下时 继位的新高昌王 原本还是想周旋一番的 这个年轻人亲自来到大唐军营 声称与大唐交恶是先王之事 态度减慢地希望唐军放他一马 唐军的一个将领却拍案而起 跟这小屁孩 啰嗦什么 工程要紧 年轻的国王 吓得汗如雨下 匍匐在地 这个小屁孩 被作为战俘 带回长安 陷在了太宗皇帝的 丹池之下 就连他的一把 镶嵌着宝石的战刀 也被赐给了 随军作战的东突爵将领 阿什纳舍尔 以奖励此人在胜利之时的 秋毫无犯 此后 尽管魏征反对 王国的高昌 还是被太宗皇帝 改成了大唐的一个州 名叫西州 从西图爵手中夺得的 克汗浮屠城 也一样 名叫庭州 管辖西域的安西独护府 则建在了车师前国的 焦河故城 初战告捷 大唐一发而不可收拾 贞观十八年 高昌之西的燕齐被灭 燕齐在伯斯滕湖西北岸 国都即今新疆燕齐回族自治县 他们与高昌原本是宿敌 却在高昌被灭后 倒向了西图爵 看来西图爵的外交手段 非同一般 唐王朝的军事力量 则让人升位 燕齐的返水 让长安方面 有了讨伐他们的充分理由 事态的变化 则完全在太宗皇帝的计划之中 据说 李世民甚至算准了 燕齐灭亡的具体日子 正式记载 当他对侍从宣布自己的测算时 前方的捷报 居然如期而至 下一个目标 是秋辞 秋辞 独如秋辞 国都在进新疆库车县 是丝绸之路上 最为迷人的旅洲 我们只要举三个例子 就能证明这个文明古国的非同凡下 风靡天下的秋辞乐舞 堪比敦煌墨高窟的佛教石窟 与玄奘齐名的佛经翻译家 纠摩罗石 此外 秋辞还是古印欧语 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性地名 决心控制整个北亚的唐太宗 当然不会放过秋辞 担任统帅的 正是那位东图爵王子 阿什纳舍尔 副手则由铁勒将领 弃毙合力 安息都护 郭孝克等 他们的到来 让秋辞国王大吃一惊 因为按照常理 敌人应该来自东南方向 谁想到 他们竟然从西北 翻过了天山呢 后面的故事并无太多悬念 英勇善战的秋辞武士 被假装败退的唐军 诱入沙漠 一举歼灭 王城 即国王退守的波焕城 也相继被攻破 秋辞王被俘 其壮观场面 据说在库车 克兹尔石窟壁画中 有生动的描绘 一个文明古国 就此落下帷幕 秋辞的灭亡 让整个西域大为震惊 结果 没有再耗费 太宗皇帝的一兵一卒 另外两个 与秋辞面积 大致相当的王国 榆田和舒勒 便半自动地 归顺了大唐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 帝国设置了 秋辞 舒勒 榆田 岁叶 四个军区 合称安息四镇 公元657年 也就是唐高宗 显庆二年 大将苏定芳 率领远征军 对西图爵 发起总攻击 在强大的攻势面前 西图爵 很快就溃不成军 他们的可汗 逃到十国 却被十国人 活捉了 献给唐军 从此 西图爵 树倒 胡孙散 并在唐玄宗 天保元年 彻底灭亡 也就在这一年 大唐达到了 极盛 玄奘法师 则在燕齐被灭的 第二年回国 为了旅行和高昌王 再见一面的承诺 他放弃了 便捷的海盗 从原路返回 却在图中 听说了高昌国的遭遇 慈悲为怀的法师 只好擦干眼泪 望空摇摆 然后直接从榆田 回到长安 剩下的故事 就只能留给 枪敌和杨柳了